这是我们的作品松散创作区 桌面设计采机翼概念 只要把这个东西搬起来 展开后可让右耳有更大的创作空间 我们的背后也采用了滑动师的设计 只要将这个固定住 挂上毛线 小朋友就可以用毛线进行缠绕的创作了 我们的侧边也有挂色透明画布 让小朋友利用水彩进行绘画 小朋友在画水彩时也可以穿着防水衣 让他们不会沾到衣服 另一边我们也放置了清洁工具 右耳在创作后需自行收拾养成良好的习惯 在抽屉外部我们贴有可与内部对应的图片 方便让右耳收纳 在一二层的篮子中 我们用了自己编织的编织栏 在素材方面 我们收集了许多自然素材 在一二层的部分 我们也有放置压克力板周围隔层 那我们压克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们设计有把手 可以提起的概念 像篮子一样方便拿去 我们也有图纹配对 方便幼儿收拾 我们的侧边有加高一公分 让右耳在提取压克力板时防止编织栏掉落 压克力板的正面我们可以让右耳进行弹珠滚画 背面则可以让右耳进行水彩的彩绘 还可以单程桌子哦 可以玩半家加酒 而且我们的压克力板设计有两层 让右耳可以有更多的素材可以进行创作 在第二层的部分 我们也放有许多创意素材 让右耳学习环保爱地球的概念 而第三层 我们也有自己自行自制的自制面团 还有自制杀具 再次运用了我们的环保概念 在关上抽屉时 我们也加了缓冲设计 避免让右耳夹双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